Hello 大家好 早前政府大力掃蕩賭廳的違法行為 有廳主被捕 而修改博彩法更令衛星賭場開始出現結業潮 博彩業前景不明朗 大家都人心惶惶 該政府對有關問題似乎不願多談 昨日答問大會上行政長官何一誠 罕有講足15分鐘 有議員問及衛星場問題 何一誠指今次修訂博彩法 並沒有改變基本原則 衛星賭場本來沒有法律基礎 即沒有這件事 政府必須依法施政 又希望博企和衛星賭場 在三年過渡期內完成合商 對於堅持不留下衛星賭場 何一誠說新博彩法修改並沒有改變基本原則 原有法律允許的中介人和貴賓廳都維持 合作人增加領牌制度 為了減少混亂 原有法律本來沒有衛星賭場 根本沒有法律基礎 作為依法施政政府 如何保護呢? 政府給予衛星場三年過渡期 被博企和衛星場合商合作 政府只要求收購設置賭桌場地 無需購買後勤設備 相信雙方能夠合商 他又反問 賭牌已經由三個變成六個 若再加上二十多間衛星賭場 澳門有多少個賭場呢? 至於新經營者就繼續做 但不可以再做殺馬廳 你可以做管理者、中介人 可以收馬勇是合法的 但再做殺馬廳就禁止了 為何呢? 因為第一個法律已經禁止了 再發展到島底面等不法行為 大家都不想 這是嚴重的逃稅行為 對內地有關負面影響 很多洗黑錢行為 可成文在座的議員都不應該 以及不會支持的行為 大家都要依法去做 只是原來的法律未執行得透徹 現在希望在今次的整改裏做得更好 他指澳門應該藉此機會 整頓行業的健康發展 內地才會繼續支持澳門 否則內地按照303型發修定案 賭博罪、開設賭場罪等 澳門的路只會越走越窄 他說而且理訊衛生場問題 因為新賭賭牌須交接所有員工和設施 可成說 按照博彩法律和合同 原有經營者將賭場和員工交給政府 政府再交給新經營者是無逢接軌 由新經營者接手所有員工和生材工具 強調今次整頓並無一刀切 已給予很大空間 非常清晰 特首已表態 衛星長袖不能留下 業界要是跟博企談 要是想其他事情發展好 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Channel 記得訂閱、按LINE和分享 下次見 拜拜